欢迎回来接着咱们继续聊 上一节咱们知道了什么是Git 并且知道了咱们为什么要做版本控制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点 真正的东西就不再玩理论了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要用Git做一点事情了 那么咱们知道Git首先它是一个软件 它才能做版本控制 也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用Git做 第一步首先得先把它给安装上 安装上之后才能用它做版本控制 对吧 那但是在这安装之前 各位我要先跟你讲一个东西 讲一什么呢 这是我们知道啊 在安装的时候你要先知道 之前我说过 我说过一什么呢 就是对于咱们的Git这个软件 它是一个分布式的版本控制软件 对吧 分布式的 而分布式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分成是这三块来着 分成这三块 之前我跟你说过 这有一个叫中心的一个地儿 它是可以帮助咱们存储代码的 还有一个咱们自己的电脑 比如说这是我的 这是你的咱俩的电脑 那这是咱们各自的电脑 默认咱们这个Git这个软件 是装在哪呢 各位注意 它是装在了你自己的PC上 自己的电脑上 它是装在这里边的 明白吗 Git这个软件是装在这里的 不是装在这儿的 这儿不用装 明白吗 那所以在这儿如果说我要让你去下载 一个Git这个软件 把它装上 意味着就是你把这玩意下载之后 在你的电脑上 给它装上就可以了 装上之后 你注意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版本控制 但是这个版本控制只能在哪呢 只能在你自己的电脑上 也就是说你只能用Git这个软件 来完成自己电脑的版本控制 V1V2V3等等 然后呢 这个也是V1V2V3V10等等 就只能在你自己电脑上做 它是没有办法放到这个中心 这个地儿的 中心你也可以认为这叫什么 叫仓库 其实是有代码托管的仓库 这个仓库现在还没有呢 如果想有还得借助另外一个地儿 比如说你要想听一下 你可能听过叫GitHub 或GitLab就是这么一个这张网站 你可以认为这是个网站 你这是需要在联网放到这儿了 而我现在给你讲的时候 咱们是不联网的 只是在本地自己做版本控制 也就是意味着 你如果装上了这个Git软件之后 你只能在你自己本地做版本控制 明白吗 只能本地做 还不能给它提交到代码仓库的 后面我会教着大家 一步一步一步 咱们用故事情节的方式 一步一步你就全学会了 所以现在记住 装就是装在你自己的电脑上 只能在自己电脑上做版本控制 好了这个你先知道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去安装了 安装的时候 得是这样的 现在坐在屏幕前的你们 就是你们的操作系统 基本上我们可以分成是三类 你们基本上用的是 一种是用Linux 一种你用的是Mac系统 苹果电脑 一种用的就是Windows 一种是用的Windows 不管你用的是Win7 Win10还是XP之类的 基本上可以把系统分成这三类 Linux你里边有Ubuntu 有CentOS等这些 而Mac就是 其实本质上也是Linux 然后还有一个Windows 那有这几个系统 这几个系统都是需要 给它进行一个安装的 安装的时候也比较简单 我在这就不带着大家 对每一个系统 一个一个去安装了 因为在这 平时你去用的时候 对于Linux和Mac 其实是可以通过命令安装的 而对于Windows 基本上我们得下载一个安装包 然后再让它点点点去安装 其实你要如果是用的Linux或Mac 基本上你对这个Git也是有了解的 所以我在这主要带着大家一起安装 会用什么 用Windows安装 因为基本上如果你是小白 可能更多的就是用的这个 我就面向你去做了 而Linux就用一条命令 就是来完成 这个我也不再给你一个一个去写 这个PPT了 因为我太朗了 不想写PPT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会带着大家 一个一个来做 我们在这可以先看看什么 就是官方网站 Git官网 告诉你每个系统是怎么装的 来各位看屏幕 点进来 这是Git的官方网站 那在官方网站中 它就告诉你了 如果你是Linux系统 那么你就是通过这个命令去安装 如果你是比如说用的是Ubuntu之类的 然后你就通过这个命令去安装 这是Linux操作系统用的 然后呢 如果你是Mac系统的话 你也可以去下载一个安装包 点点点点点就能完成 一会我给你简单操作一遍 如果你是Windows 那也是下载安装包 点点点点点 就能最后把它完成了 好了 那这里边呢 咱们就废话先不多说 我在这带着大家 先在Windows上 咱们一步一步一步的把它安装上 已经安装上的同学就不用看这桌视频了 直接跳过往下一个看就行了 好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来开始准备 比如说我先切换到我的这个Windows系统中 大家看啊 先切换到我的Windows系统中 这是我的Windows系统 然后呢 在这我先找到我已经下载好了的安装包 这个安装包去哪下呢 就去咱们的Git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下到 比如说这里边也有地址 对吧 这里边也有地址啊 你去给它下载就OK了 好了 下载完成之后 那我接下来双击安装 点Next 这个里边你就选择你安装到哪就行了 比如说默认就安装到这 然后一直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了 好 就这样 就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Git就安装成功了 你看等它安装成功之后 咱们在这可以有一个标志 你看这个是这样 然后其实如果用Mac系统去装的话也是一样的 各位你看我这有两个安装包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这个其实是Mac系统 它这里边的安装包啊 然后我先把Windows这个弄出来 OK好了 好了各位 然后这就是安装成功了 Windows上就安装成功了 怎么来检查 检查或检测一下它有没有安装成功呢 你这会儿各位点你的鼠标右键 右键之后各位看这有个Git GUI 以及Git Batch 你看到这个之后 其实就意味着你的Windows上就能把Git已经安装成功了 比如说我点开Git Batch 然后呢 它就给我弄了一个小黑块 这个黑块里边如果我输入一个这样的命令叫Git Version Version就是查看它的版本来走 这就会给我显示出来我这个Git安装的版本是什么 好了 这就是在Windows上进行一个这样的安装 非常简单 到了Mac系统上 也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通过这种安装包的方式 比如说 因为我的Mac系统上已经装上了 那如果你想安装 你咱们在这比如说找到它 安装包 就是这个啊 我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 给它进行点点点 继续下一步 安装安装安装就完成了啊 所以我在这就不在Mac上给你一一演示 因为我的电脑上也已经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之后 在Mac上怎么去检测呢 然后呢 你就找到你的这个终端 找到你的这个终端 然后你如果Mac上面 你没有装这个终端啊 你应该默认我记者是在 是在哪里 是应该是在这里 有一个叫终端 各位有一终端 你点开它 点开它之后 你比如说在这输入一个 Git-version 来走 它也是可以给你提示出来 哎 你装的是哪个版本 因为我这个电脑上 是以前安装的啊 所以我这已经安装上了 你要如果安装上 通过这个命令 也能进行查看 只要能查看到它 意味着安装成功啊 好了 那这就是在这儿 我们通过它 就可以对于咱们的 Git就可以给它 安装上了 安装上之后 那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用它 去做版本控制了啊 第一步先做完 各位确保你们 每个人的电脑 都把它安装上 然后咱们再继续 听下面的课程 OK Git安装 咱们就说这么多 好 感谢观看